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继续来关注天津疫情 河南乱乡以及中国抗疫明星钟南山关联的企业 经济医学涉嫌实施传播新冠病毒的行为 被奥密克戎突破防线的天津 在当地时间的周三决定 适当推迟召开该市人大和政协两会 只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而另一方面天津官方似乎也已经做好了 更全面的应对疫情的措施 新浪微博有用户贴文显示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已经发布 天津市新冠预防中药配方 贴文还显示配方包含黄旗 防风 仓树 牛棒子 悬参和卢根 天津人大会议原定于1月17日召开 政协会议原定于1月16日召开 天津市人大官网新闻稿称 鉴于近日天津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为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适当推迟召开天津市第17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 具体开会时间另行决议 天津市政协官网的新闻稿一称 适当推迟召开 政协天津市第14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 具体开会时间另行决定 而截至当地时间 1月12日的下午2点 天津共通报 阳性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37例 其中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 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17例 还有44例初筛阳性感染者 截至目前天津市第一轮全员核酸筛查 在1月9日7时开始 共采样1252万3310人 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 检出阳性77例 第二轮全员核酸筛查 在1月12日12时开始 截至16时共采样223万5327人 而受疫情影响 天津市已经明确 全市的大中小学 从即日起进入寒假 而在河南则出现了 医生敲诈餐馆 不给50万会出现新冠发热者的事 河南省浦阳市的医生 赵某用单位电脑打印出 虚假恐吓性 称如果不筹集50万元现金 送至指定地点 店里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发热者 或者是新冠病毒确诊 人员密接者 赵某给落款写上 盗上的兄弟 然后给性塞进两家商店内 敲诈老板 在当地时间的1月11日 位于河南省浦阳市的 中原油田公安局民警 向记者介绍 案发次日 赵某就被抓获 目前赵某因涉嫌 敲诈勒索罪被刑拘 警方也正在联系医院 对其做精神鉴定 经过审讯查明 犯罪嫌疑人赵某 是硕士研究生学历 系浦阳市某医院医生 而赵某常年热衷于炒股 近期发现股票行情上涨 就想利用春节前一段时间 投资股票大赚一把 但苦于手头拮据 便萌生出勒索 敲诈的念头 他仿照电视剧情情节 利用虚假的疫情信息 对商户实施敲诈勒索 而另一方面 中国排名前列的核酸检测机构 相关负责人 因涉嫌伪造新冠检验结果 被警方立眼侦查 在当地时间1月12日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通报 有人实施引起新冠肺炎传播 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被警方立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措施 这位涉案嫌疑人 是金玉医学全资子公司的 区域负责人张某东 而金玉医学是A股一家 400多亿市值的上市公司 金玉医学当日午间 发布声明回应 称有关郑州金玉医员工 涉嫌违法一事 金玉医学正在调查具体情况 目前钟南山市金玉医学的 学术委员会主席 近两年来 在核酸检测业务的推动下 金玉医学的业绩增长明显 在大陆各地大规模核酸 检测铺开之前的 2020年一季度 金玉医学规模净利润 还仅有4800万元 而到2021年第一季度 则飙升到5.38亿元 较上一年增长了夸张的1023% 而在2021年第三季度 公司的单季度主营收入 31.62亿元 同比上升34.39% 单季度规模净利润 达到了6.13亿元 同比上升 22.84% 一位检测领域的投资人士 了解到的情况是 警方通报后 河南省主管部门 也曾与其他参与合作的 第三方医学实验室有过沟通 除了提出要求 也提及继续保持合作 从2019年 新冠疫情初始 金玉医学就是最早参与 新冠核酸检测的第三方实验室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 检测了上亿人 赚了几十亿的公司 在最熟悉的领域要翻车 在得知此事之后 几位第三方医学实验室 简称ICL的负责人知乎 没想到 上述警方通报并未透露 该负责人具体违法的细节 比如究竟该负责人实施了何种 引起病毒传播的危险行为 目前所知的进展是 在当地时间的1月10日 河南渝州市公安局已对张某东 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措施 该案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根据金玉医学的五件声明 在当地时间1月2日 郑州金玉接到河南省许昌市 下属渝州市卫健部门的通知 要求参与渝州市疫情防控筛查 后来郑州金玉当地区域人员 立刻投入工作 并从郑州调拨相关技术人员 和大批物资 参与到渝州市的疫情防控筛查 高特加投资执行合伙人 王海焦在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第一时间与投资过的 第三方医学实验室相关负责人联系 一再提醒 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检测质量优先 不要忙中出错 而此次金玉医学事件并非孤立 此前北京河北等地也出现过检测机构涉嫌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案件 而多为伪造检测结果 在当地时间2021年1月17日 邢台市的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便通报了一起失利 龙饶县因检测能力有限 委托济南华西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参与了第二轮核酸检测 检测了31万余人 而在样本尚未检测完成 还未知检测结果的情况下 该公司收集点负责人取谋 在当地时间1月14日 向县卫健局谎报送检样本全部为阴性 事件发生之后 涉事企业被暂停检测业务 区某也被警方以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事拘留 该县的第三轮全民核酸样本 均由公立医疗机构进行检测 并出具检测结果 而此次河南省是中国本轮疫情焦点之一 其中渝州市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根据1月5日通报病例 河南省新增64例本土患者中 有50例集中在渝州市 截至当地时间的1月10日 渝州已进行了7轮全员核酸检测 核酸采样59.5万人次 当地大规模核酸检测时 如果医疗机构人手不足 会委托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参与 这也是各地核酸排查的惯常行为 而涉案嫌疑人所在的郑州 精玉医学是精玉医学成立较早的子公司 也是河南地区最早批准设立的第三方检验机构 已在河南布局14年 曾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税务局颁发的高薪技术企业证书 根据精玉医学的公告 涉事公司郑州精玉为该公司 华中片区省级区域中心实验室 精玉医学的实验室布局分为 总部级省级区域中心 省级以及地区级实验室 其中总部级实验室负责将医学检验技术 依次向各级实验室传导 官方的信息显示 精玉医学在河南省内共有37个服务网点 覆盖了该省18个地市所有区限 因此参与宇州核酸检测并不奇怪 有第三方医学实验室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从去年来看整个核酸检测企业的营收 大部分都是靠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核酸筛查 在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而这类核酸检测动辄需要千万 甚至上亿个世纪和不需要各家企业抢生意 每家都能吃饱 但仍以检测规模和能力突出的大型第三方医学实验室为主 王海教认为这件事给整个检测行业敲响警钟 之前所积累的信任来之不易 检测机构无论公立民营 都需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再来谈扩大服务能力等 经济医学在2020年的年报提及 其咸后在湖北广东吉林北京等30个省市区 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了新冠核酸检测 累计检测量超过3200万人份 约占同期全国总体核酸检测量的十分之一 这也成为了全球核酸检测量最高的单一机构 经济医学也没有回应 目前设施的郑州经济医学公司及其他业务是否仍在进行 公司是否会开展相应整改的问题 有同行表示 这两年经济医学十分得意 各种利好 在2021年12月18日 以科技创新赋能精准诊断为主题的 2021经济医学学术委员会年会在广州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大会上说 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不以发表论文为目的 而要为了应用 要以成功转化为目的 并且要有效安全 简便价廉 要让大家都用得上 作为本事寄出便开始涉足 医学检验外包服务的金浴医学 占尽了先发优势 这也与其创始人金浴医学董事长 CEO梁耀明的医学背景不无关系 梁耀明曾在广州医学院历任教务处 科研处干部以及广州医学院科技实验厂厂长 后来成立了金浴医学 2003年金浴医学正式命名前 原前身是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 根据广州医科大学官网显示 在1992-2002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该院院长 金浴医学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第三方 医学检测实验室之一 在2017年登陆上海交易所 金浴医学一直保持着和顶尖医院及医生的良好关系 及成立的金浴医学学术委员会 钟南山任主席 金浴医学的业务主要以第三方医学检验 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 第三方医学检测是医院将一些检测项目的标本 委托给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 进行样本的检测并出具检验检查报告 而常规的检验医院可以自主运作 但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实验项目 或者样本量较少 考虑成本因素 医院就会外包给第三方医学检验 简单来说就是多数接医院不想做 或者做不了的检验生意 海童证券的一份研报分析认为 相比医疗机构 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 在检测成本和质量上会有优势 中国中部某城市的三甲医院 一位消化科医生所在的科室 就将乙肝饼肝的病毒定量 炎症性肠病 肿瘤标记物等检查 交给了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去做 认为机器很贵 实验的人群却很少 成本自然高 所以一些非常规的检验项目就会集中 统一到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去检查 原国家卫纪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以2016年为基准推算 2016至2020年间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可以节省的检验花费 一次为104亿元 137亿元 176亿元 221亿元 以及274亿元 目前精玉医学在可检验项目书 合作医疗机构书 以及成本管理方面 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优势 公告还显示 精玉医学目前可检测的项目总数已超过2800项 主要在血液病 感染性疾病 遗传性疾病 以及肾脏性疾病等项目 中国有约70%的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市场 都掌握在头部四家公司手中 根据海通证券分析 精玉医学独占了34%的市场份额 目前中国国内的第三方医学实验室的数量 也有1000多家 有分析师认为已经占上了位置 很难就被挤掉 后续就能继续合作 而在大刀阔斧的前进中 精玉医学曾违规开展产前无创基因检测 精玉医学另一家子公司 昆明精玉医学检验所有线公司 在2016年与一些医院合作开展了产前无创基因检测业务 此时并没有取得资质构成违规 因此云南省卫健部门则呈林仓市卫机委 昆明市卫机委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分别对林仓市人民医院昆明精玉检验所有线公司 依法进行处理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